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,101集 石书竟没直接给斯文辰去电话 先联系了之前合作的一些负责人 但都表示自己也莫名其妙,不清楚原因 打了一个下午的电话未果 他最后只能联系斯文辰 虽说他们两个现在情况很尴尬 但是公事私事,他还不想混为一谈 第一通电话没接,硬着头皮继续打 连续打了几通,还是没人接 他的手机一向带在身上,开会时静音 如果不方便,也会直接掐断 从来没有直接不接过 这会儿,石书竟心里的不安又蔓延得更深了 难道工程暂停也是他做的决定 在这儿继续瞎猜也没用 石书竟又联系了之前颇有华世权的陈经理 百般说好